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再一次收看我们的Early On 说故事时间 我是Vergilia 你们都过得好吗 今天你有没有看到Vergilia的头上 带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呢 这个其实是Mickey Mouse米老鼠的耳朵 为什么Vergilia今天要带米老鼠的耳朵呢 因为今天Vergilia要来和大家说一只小老鼠的故事 就是他 这只小老鼠 他的名字叫做小丽 小丽啊常常都会很担心 他担心会不会晚上睡觉的时候 爸爸妈妈会突然消失不见 他担心自己会不会突然一下子变得好小好小 爸爸妈妈都找不到他 或者他担心会不会他家门口前面那棵大树 会突然砰倒下来就把他们家的房子压倒了 他常常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永远有担心不完的事情 小朋友们 你们会不会有时候就和小老鼠小丽一样 常常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呢 担心去学校 担心去认识新的朋友 担心爸爸妈妈 离开了你们 担心爸爸妈妈就突然消失了 你们会常常这样子担心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猜猜看 在这个故事当中 小老鼠小丽 还会有什么担心的事情呢 是不是和你担心的事情是一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从故事中来寻找答案吧 我好担心 文 图 凯文 汉克斯 翻译 方 素 真 小丽对每一件事都好担心 大事情 小事情 不大不小的事情 她都很担心 早上小丽担心 晚上她也很担心 整天她都很担心 她的妈妈说 你担心太多了 她的爸爸说 你担心 我也会担心 她的奶奶说 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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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担心了 啊 在家里 小丽担心 院子前面的那棵大树 会不会倒下来压在我们家的房子啊 她担心客厅墙壁上的那条裂缝 里面会不会有东西跑出来啊 还有暖气机里发出咯咯咯咯咯咯的声音 是不是有一条小蛇在里面啊 在游乐场 小丽很担心 球铅上的链子 哇 是不是太旧了 溜滑梯的螺丝钉 喂 哦 是不是太高了 还有那些铁栏杆 哦 是不是太松了 会不会掉下来啊 她也常常担心她的布娃娃 小花瓣 她担心小花瓣 如果小花瓣没有座位 那她就不能上车了 如果小花瓣不见的话怎么办 她的妈妈说 不要担心 她的爸爸说 不要担心 可是小丽还是担心 她担心 担心 又担心 当小丽非常担心的时候 她会搓搓小花瓣的耳朵 可是啊 小丽担心的是 如果她不停止担心 小花瓣的耳朵都快要被她搓掉了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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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小丽担心 没有朋友来参加生日派对 你看吧 妈妈说 没什么好担心的 可是小丽还是好担心 她担心 她担心蛋糕会不会不够吃 万圣节的那一天 小丽打扮成一只蝴蝶 她很担心 游行的队伍中 会不会有太多一样的蝴蝶 你看吧 她的爸爸说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但是小丽还是担心 因为她是唯一的一只蝴蝶 她的妈妈说 你担心太多了 她的爸爸说 你担心 我也会担心 她的奶奶说 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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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担心了 很快的 小丽又有新的担心 她要上学了 学校 小丽真的好担心 开学哦 她比以前担心的事情 更让她担心 开学的第一天 小丽有一连串的担心 如果没有小朋友像我一样 有黑眼眶怎么办 如果小朋友没有穿条纹的衣服怎么办 如果小朋友没有带小娃娃怎么办 如果老师故意找我麻烦怎么办 如果小朋友拿我的名字开玩笑怎么办 如果我找不到厕所怎么办 如果我讨厌点心怎么办 如果我忍不住哭了怎么办 她的妈妈说 不要担心 她的爸爸说 不要担心 小丽还是很担心 她担心担心 又担心 一路上 一路上她都在担心 一路上她都在担心 爸爸妈妈和老师说话的时候 小丽看一看教室的四周 看一看看一看 然后老师对小丽说 小丽有一位小朋友 你一定要认识 她的名字叫小玉 她自己站在那里 她穿着条纹的衣服 她抱着一个布娃娃 刚开始 小丽和小玉 只是互相的偷看 这个是小花瓣 小丽说 这个是咪咪 小玉说 小花瓣摇摇手 咪咪也摇摇手 小花瓣摇手 嗨 咪咪也说 嗨 小丽说 我常常搓小花瓣的耳朵 小玉也说 我常常搓咪咪的鼻子 整个早上 只要小玉和小丽坐在一起 她们就一起玩 而小花瓣和咪咪也坐在一起 小丽还是会担心 但是不像平常这么多担心 有时候还会越来越少咯 在小丽发现这件事以前 回家的时间到咯 小朋友们走到教室门口 老师大声说 明天还要再来哟 拜拜 小丽转过身 微笑的向老师挥挥手 我一定会来 小丽还说 不要担心 亲爱的家长们 我好担心 故事中的主角 小老鼠小丽 她深刻的描绘出这个年龄儿童的心理状态 就是开始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 感到担心 感到害怕而排斥 但是在故事中小丽的爸爸妈妈还有奶奶 他们并没有因为小丽的担心 与小提大作而嘲笑她 反而是始终耐心的陪伴在小丽的身旁 鼓励她 安慰她 小丽家人的做法 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哦 倾听、接纳、鼓励与陪伴 才是现阶段孩子最需要的东西哦 家长们也可以透过讨论的方式 来引导孩子 比如说呢 你可以分享你自己是如何克服恐惧 还有担心的经验 并且仔细地聆听孩子们的分享 帮他们找出为何他们感到担心与害怕呢 能够让孩子知道 你会一直陪伴在他们的身旁 帮助他们去找到解决的方法 能够改善现在的情况 并且可以舒缓他们心中的焦虑哦 要特别注意哦 爸爸妈妈们 你们可千万要收起自己的负面情绪 不要对孩子唠唠叨叨的 以免将负面的情绪传染给孩子们 让孩子们无法在谈话当中得到肯定 也干扰孩子对环境正常的适应能力哦 好啦,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咯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故事 我好担心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